医生我想很多就是去检查 发现自己有癌症的这个病患 他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时期 有些人一去就说 你可能只剩半年 有些人去 你只是初期很幸运很幸运 那不同阶段应该有不同的治疗方式吗 对 如果我们把中医科学化一点的话 一定要分好这样的一个分类 我们叫做身体的状态 第一个就是说他去做检查 有可能是健康检查 或他怎么样的不舒服去做检查 可能抽血出来 有一个叫做肺炎生化指数偏高 这是一种 那他即将接受下面的这些治疗 有的可以手术 有的可能用药 那我们要知道说 他要用什么样的治疗 我们才知道怎么帮他 是其中一种 第二种状态是 他已经在治疗了 可是他副作用很多 如同我们刚才所说的 他可能白血球很低很低 正常值要三四千 他可能才一千 那很危险 因为他可能一个感冒 对他来讲就引发后续的肺炎 身体的一些败血症等等的 这叫做治疗有很大的副作用 第三种是 他治疗的效果没有那么好 他可能治疗了三个月了或半年了 然后回头在西医做检查 发现那个肿瘤的大小 可能维持就是3.5公分 就一直都是3.5公分 或者是他抽血的一些指标 比如说像大肠癌的CEA 那他的那个指标都没有降 那这时候叫做治疗 没有看到成效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借由中西医的结合 看看能不能让西医药的治疗效果更好 是 第四种也是我常常特别强调 因为很多人忽略了 我们在癌症治疗当中呢 会有一个叫做五年存活率 什么意思 就是说当我做过了治疗之后 我手术 然后我用药或放疗等等 那这个治疗都结束了之后 只要他能够达到五年的寿命 我们这个治疗就叫做治愈 可是呢 在癌症这件事情上其实我们要长远的看待他 因为复发的比例是很高的 所以对于一些已经做完西医的治疗的 有时候我们同样的会看看他身体的状态 然后给予适当的一些调控 避免他要产生的说容易癌化病变的一个体质 那第五个说起来是比较伤感的 就是所谓的那种癌末 癌末有一种是刚才说一检查可能就是癌末 癌末就是无法再做更积极的西医治疗了 那有的是在刚才的治疗过程当中 他就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都没有办法 借由外来的治疗去战胜它而造成癌末 所以我自己在临床上 我会看这五种状态才来决定 他可能会面对我们刚刚说 中医如何治疗的一些需要切入的点 那分好这五类你才可以很有逻辑性 很理性的用中医的一些优势来做治疗 是那如果是这样以你的临床经验 这五个阶段您会各自怎么治疗 好那如果说我们讲第一个 就是说他检查了 然后他可能安排一个月后两个月后 可能要做手术或者是做这个药物的治疗 我常常知道做一个手术之后 身体会变成很虚弱 是是 所以我们基本一定要做一个事情叫做补气 OK 第二个他手术过后或用药之后 身体会产生一个叫做发炎反应 为什么 因为你看一个伤口切开来 OK 就是发炎反应 或者是一个外来的药物进到我的身体 所以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中医就要用清热解读的方法 来降低我们的身体的发炎反应 是是 那发炎的时候不一定会发烧 尤其是癌症患者他的烧都是低烧 可是只要有一点点的烧 它就会产生消耗我们身体的能量 是 如果我们身体能量一旦不足了 供应给我们的免疫系统 我们免疫系统专门在杀癌细胞 或控制癌细胞的发展的 你如果让自己身体又发炎又累了 那这个癌症的治疗就不好 所以它即将面对这个治疗的时候 我们补气以外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解决它发炎的现象 那现在桌上看到的黑色的这个药材叫做黄金 又称之为仙人犯 为什么 那为什么称之为仙人犯 那这个一定就是在我们传统的中医学 有发现说我可能把它熬汤来喝的时候呢 整个人的身体的状态就会精神饱满 气足 所以中医说气足则育病能力就会很好 称之为仙人犯 那这个合手乌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听过 或自己煮过所谓的合手乌鸡汤 那合手乌鸡汤它就是补血的 补血的概念在我们中医而言呢 血液当中如果它的这个成分有足的话 其中白血球也是血液当中在抗癌细胞 很重要的一个物质 所以补了血 血足则抵抗能力就会变好 那什么时候会缺氧的一个状态 缺氧的这个研究它非常特别 我们当然知道说身体的血氧含量高是好的 在近几年的研究也发现呢 癌细胞它在周遭的环境 它会制造一个叫做缺氧的状态 那为什么它要制造这个缺氧的状态 因为癌细胞比正常细胞的适应性更强 所以我如果稍微比较缺氧的时候呢 我正常的细胞就比较无法到达这个地方 去产生它的作用 比如说要来抵抗癌细胞往外扩散的时候 正常细胞因为缺氧 这氧不够它就不喜欢来 所以我们把它的氧提高了以后 一方面能压抑这个肿瘤细胞的活性 第二方面能够让我们正常的免疫细胞过来 所以研究上红颈天是一个 大家也算是耳熟能详的 它只要是煮药汤就可以来喝的一个中药材 那红颈天在我们研究上 就是它会提升我们身体的血含氧量 可是它的那个味道尝起来不好喝 是吗 比较苦 你现在闻可能不会有味道 可是你煮成汤药的时候 它的那个味道是比较苦涩的 那大家比较常用的应该是 比较偏向这种黄芪类的 黄芪类的它补气这个大家都知道 然后味道尝起来也比较甘甜一点点 那第三个叫做软肩散结 为什么要软肩散结 为什么要软肩散结 我们的肿瘤的团块 我们常说摸到硬块 我们就要注意 是不是它有不好的一些肿瘤细胞正在形成 好 那软肩散结怎么样在我们临床上跟西医合作 我举一个案例 就是它已经在医院做过检查 那么把这个数据都已经科学化 就是说原来它的肿瘤细胞的特性 我们叫做基因型 适合哪一种的标靶药 它就可以杀它了 但是实际到临床上使用 就是说患者的反应 为什么发现 我用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没有那个效果 可是我明明该做的检查都做了 那研究后来就发现说 我们说癌细胞实在是太狡猾了 因为癌细胞本身 它在我们叫做体外的时候 确实这个药物能够杀了它 可是回到了体内以后 癌细胞会在它的外围 做一个城墙 这城墙不是好的 我们叫做这个坚固的城墙呢 它是做什么用 它是让我们的这个药物 借由血液循环以后 到了这个地方 它无法禁论这癌细胞 所以会造成治疗效果不好 这时候我们用我们中药的软肩散结 这个软肩散结的药物 可以把我刚才说 肿瘤细胞的外围的这一个团块 把它破坏掉之后 它本来用的药物就可以 借由血液循环进入到这癌细胞 而杀掉癌细胞 所以我临床案例就发现 它效果不好 结果我们花了一段时间 来做软肩散结的治疗 它用一样的药物 当它回到西医的那边检查 西医发现 哇 肿瘤的不管是大小 或指数就下降了 这个图表上面还有一个活血化育 为什么会需要这样子的一个 活血化育的一个治疗呢 活血化育的目的是 提升血液的循环消灭肿瘤 但是这里面会有比较细微的概念 就是说 我可以增加肿瘤本身的血液循环 可是相对我活血化育药 竟然也可以抑制不好的血管的增生 我们这样讲是有科学论述的 如果说本身体力还好 运动会不会帮助我们身体去抗癌 嗯 会 运动是让血液循环好还是不好 好啊 对啊 那如果用这个方法想说 哇那糟糕了 我运动血液循环好 我是不是让肿瘤可以往外跑 以为会有这种错误的这个想法 但是要切记 身体它还是聪明的 你给它一个不是外来 在制造天然的一个活血化育的作用的时候 它可以让这里的所谓发炎 这里的低血氧 有好的血液循环 可是血管增生进去不好的肿瘤呢 它却可以抑制 也就是它同时可以双重的机制 所以活血化育药也是在我们治疗 甚至是我们叫做癌末患者的时候 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方法 有些人它可能是乳癌患者 那它会想说 如果我需要补充蛋白质 那豆浆是一个方式 可是它又担心它乳癌的癌细胞 会不会因此而特活药这样 我们很常会问到这个问题 你是刚刚说的豆制品 怕它有一黄酮的这个激素 然后有的还会问到所谓的那个山药 那人生也被问过 当归也没问过 其实国际上有很多很多的一个研究 就是说我同样的有这些物质 在癌症治疗的患者上 我们去统计 看看它以后的结果 所以有一个是做了十年的统计 就是说我是乳癌患者 但是呢我有吃含有比如说人参的 这个中药材 它最后的这个帮助癌症的状态 反而吃含有人参中药材的 它降低它的那个癌症的这个死亡率 是能够降了差不多32% 就是它的这个致死率是降低的 那大豆医黄酮同样也做过这个研究 就是说好我们叫做回溯性 这样子的案例是不能够做 临床的 临床之后啊你喝然后看你结果 实验组对照这样不行 这个医学伦理上呢 我们必须要用回溯性 就是把它的资料收集之后 我们有点类似叫那个big data的方式 大数据方式来重新分析 尤其是我们在台湾有健保的资料库 我们就去分析 它有给正规的医师看过 里头还有单规人生 还是说我们做统计发现 那个曾经碰过一些豆浆豆制品的 后来发现其实它的这个结构 跟我们会激发我们乳癌的复发率 是不影响的 那第二个是说 那个量你今天要让身体产生一个反应 你喝了那个豆浆可能要喝两公升以上 那一般人也不会那么多 所以回归一个原点就概念是说 很多的东西不要过量 物极必反 这个量控制大概300cc到450cc 不要过量 那其实这个疑虑就可以比较放心了 那你在临床上 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可以跟我分享 就是说它 比如说它是哪一个阶段 在治疗的 我有一个大概70多岁的伯伯 他很特别 他当初两三年前就是说 他认为剩下大概半年多这样子 然后也吃不下 然后用了一个肝癌的用药叫雷沙瓦 它是标法药 可是它的这个临床有效率大概就是5%到15% 结果它用了一段时间副作用很多以外 就是比如说那个脚指甲的那个内侧的皮肤都溃烂 然后腹泻 好疲惫 那过了一段时间他想说身体撑看看 结果发现他的那个癌症的指数 我们叫AFP都没有下降 那这时候他来求助的时候 我们就说好 我们或许立即让你的这个癌细胞肿瘤变小 不见得可以 可是我们至少先让你的皮肤的状态 让你的腹泻状态先改善 好 那这样子的治疗过程当中 其实很快的一两个礼拜后 他的这个皮肤慢慢慢慢就修复 腹泻状态也减少 体重慢慢就恢复了 体重一下降很危险 因为身体这个营养就不够 所以我们就要求他说 你可以的时候 你开始要鱼蛋肉都要吃 不要担心吃肉会造成身体负担 因为我们身体需要有良好的氨基酸 才能修复我们的细胞 所以当他又能吃了 这时候我们就是再给他做治疗 然后他去吸做检查的时候 他的一个叫胎儿蛋白的指数 就一直降一直降一直降 那更特别的是 他本来的那个六公分肝脏里头的肿瘤 还有肝外有一个2.508节一个肿瘤 到现在两个都不见了 所以他也自己很愿意分享说 他自己的这种案例 就是说本来他不报这样子希望 他本来希望就是生活品质 可是没想到借由这样的处理 然后我们就定期让他回西医 偶尔西可能要选择用药 但是这样两者的搭配之后 他到现在的状态 指数还有生活的质量都非常的好 那我个人也是很推广一件事 就是说遇到身体有这样子的一个重症 要治疗的时候 千万不要只单纯去想到蔬果 很多可能就是吃绿色蔬菜 或者是就走生机饮食 那我们的临床经验 或者是现在甚至很多的大型的医院 也特别去推广说 一定要有充足的营养 不要有那个观念想要饿死癌细胞 大家一定要有个观念 就是我们时时刻刻都是免疫系统 去帮助我们监控消灭清除癌细胞 所以营养一定要有 那营养当中这个我们叫做蛋白质 是一定要的 那生机饮食的话呢 当然蔬菜可以多吃 但是太甜了 或太再制造的罐头类的食物等等 当然就可以尽量少一点